在2012年的時候 在我們越南的河濟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無覽事件 沿海大概200公里 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半個台灣這麼長的沿岸 都發生了很大規模的死魚事件 那這件事情我們一開始當地的人都在懷疑 是不是台塑的當地的鋼鐵場所產生的污染 可是台塑僅僅有否認 一直到後面 越南當中就是有調查出來 是因為台塑在市盈域的生產線排出了廢水 那這些廢水造成大量的魚群死亡 而且當地原本是以漁業為主的漁民 他們生計受到影響 那健康也受到很大的威脅 一直到2016年6月30日台塑公開承認並且道歉 但是兩年過去了大家以為事情就結束嗎 其實並沒有 當地還有非常多事件 今天本來是有四位從越南會來這邊跟大家報告 現在台塑在河境 現在台塑在河境 人民受害到現在的狀況如下 但是呢 越南政府就禁止他們住進 所以他們沒辦法出來跟大家報告 那我現在跟你們介紹一下 在你們的右邊這裡 這邊是總共有十幾位越南人民 民意反對台塑鋼鐵在越南造成污染 所以呢 他們現在被越南共產政府抓 然後呢 把他們關在監獄裡面 這邊就像很多事被被被被被被關 台塑本來是到越南去投資 是帶來這個繁榮和經濟的發展 但是台塑到越南去沒有造成這個繁榮 但是呢 造成人民的損害 然後呢 造成這個環境的污染 所以呢 經濟的發展 一定應該是陪根著這個人權一級的發展 那所以呢 請貴國就是台灣人民關心這件事情 繼續監督又要求台灣政府監督這個台塑 這個鋼鐵這個事情 讓我還給越南人民的公平正義 整個台塑越鋼廠 從設廠當初破千當地的居民 到建好廠之後運轉前的污染案件 造成當地民不聊生至今 台塑始終沒有擔負起他一個企業該有的責任 沒有他一個作為人基本的良知的這個良心 我們覺得非常的痛心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是希望跟這個東南亞的國家推廣我們的經濟合作 但是我們面臨中共的打壓 我們不僅應該推廣我們的經濟合作 也應該要輸出我們的民主人權的價值 很遺憾的台塑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他不僅對當地的經濟 沒有貢獻 破壞了那邊的環境 而且還造成當地的威權打壓 間接促成當地的威權 非常的可惡的一個作法 最近這一年來 越共政府提高他們打壓的程度 總共有17名至少有17名的異議販子 因為參與與越剛 因為越剛污染案相關的活動 而遭到逮捕 遭到判刑 遭到判刑的人 刑期最短也有兩年 最長的到14年 包括很有名的布洛克蘑菇媽媽 只是因為在她的部洛格上 詳細報導了越剛污染的始末 長期以來對越剛污染政府 朋友為止 因此被判刑10年 23歲的布洛克軟文和 也是因為在部洛克上 表達對越剛污染的焦慮 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遭到判刑7年 23歲的胡志明市大學 學生陳王福 也是因為在網路上表達意義 並且嘗試2016年 跟當時到訪越南的美國中共歐巴馬 嘗試跟他表達抗議的時候 遭到警方阻攔 後來在去年遭到判刑6年 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台灣每天 上網上臉書 對政府發表的意義 發表不滿 就因為這樣被判刑 超過5年以上 非常的不好理 台宿你做了一個台灣的親眼 享受台灣的自由環境 享受這麼多的 當地的廉價勞動力 就應該當負起你基本的責任 敦促協助台灣政府 輸出了民主價值 而不是以臨為禍 污染當地不負責任 從去年夏天 越南官員一直表示 政府已經對受害的居民 完全悲傷 中共已經花了兩億五十萬美元 不到所謂太舒服的五百五億美元 那承譽的兩件五億 越南政府要怎麼化 我們還沒有很清楚 Anyway 根據我放單的劇名的結果 多數的收房子完全沒有得到人的悲傷 然後得到的人 金額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剛工廠廣電的東延村 就是和金額之間 一個32歲的漁民跟23歲的老婆 他們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1歲 一個是3歲的小孩 大概跟在裡面的小孩差不多 他說 我有看到 他說 魚有慢慢回來 我有看到 地區 魚有慢慢回來 但是 糧很少 而且都是小小魚 然後糧很少 而且他們很擔心 如果 那個 糧有的話 那個 魚越來越回來的話 到底這個魚 可不可以安全的吃 可不可以給他們的小孩安全的吃 是不是還有毒 所以 這一家 但是他的其他的住民 也有相當的經濟困難 他們 我在那個東延村 沒有碰到有得到悲傷的人 其實很多人也不知道 哪裡可以去申請 也沒有管人拿到東延村 跟他們說明 他們可以去哪裡申請 沒有人會說明 所以他們當然只是 那個 教育背後沒有上大學 很多人也沒有上高學 所以 當然 不太了解他們去申請 那 第二個人 也是在光冰山 就是 從何金山 往南走 一間 何冰山 有一個 我光南的一個 呃 有四個小孩的 三十歲的爸爸 他是做育的買賣 他那個教育背後比較高 所以大家知道什麼神經非常 所以他有去那個 廣賓神聖夫的 呃 那個辦公室 他有去申請 但是 那個 都沒有回答 一、兩年都沒有回答 然後他去年 因為沒有回答 他去講那個村莊 然後村莊跟他講 弘明信號的事情 然後就發現 其實那個村莊有騙他了 他就把他的資料 就告錯了 然後大概就把這個人的賠償 剛剛就放在他的自己的口袋裡面 然後他 那我又問他 你有沒有去抗議 他說 我現在不敢了 因為他去年柳月 他跟其他村民的 玉米友參加一個很大遊戲 去抗議 要求賠償 但是他看到他的 村民的夥伴 被警察收到非常非常猛烈的暴力 以後就不敢去找那個村莊 要出賠償 那第三個例子 同樣於在廣賓城 一個海鮮餐廳的老闆 他差不多50歲 他有得到賠償 他有得到賠償 他的賠償金額非常非常低 他一天的賠償的收入 大概有1500美元 但是他得到的賠償金額 總共只有3000美元 所以一天的收入 1500美元 現在只能得到3000美元 在岳港附近 整個環境破壞了 不只是污染 現在工商方便的環境 有很多這種八搭行業 城市窗塑 喬拉OK 酒店 奇怪的餐廳 按摩店 這種地方 我訪問的漁民 他們覺得這個對小孩的家養 完全不合適 就不像現在那個海邊方便 那個小孩可以很自由的在玩園玩 他現在不在那種環境完全不敢 海塑對於環境 對於生態的破壞跟污染 都已經不是新規了 但是呢 我們想要進一步的去了解 到底台塑是排放了什麼樣的污染物質 造成了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竟然沒有辦法去知道 台塑也向來都是回應說 我的排放沒有潮標 即便周圍有測到這些化學物質 也沒有辦法證明這些化學物質 跟台塑之間的關係 台塑向來都是用這樣子來撇清關係的態度 但是呢 我們其實相信 台塑絕對絕對 他們有做那麼多研究報告 他們絕對會知道 這些的製程 這些的原料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污染物質 會排放多少的污染量 今天在這個股東會的現場 我們真的是要求 台塑不要再撇清他的責任 不要只是去說他們的GDP到底奉獻了多少 他們也要來承認 也要來告訴這些投資人 他們對環境污染的貢獻到底是多少 他們也要應該讓這些投資人清楚的知道 這些投資的錢到哪裡去了 到底是支持了一個污染的企業 還是支持一個 為善盡環境社會責任的企業